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加沙再度扩大来到了25点 好 这个行情还有盘是怎么观察 我们先想要专家永诚国际投顾的韦国庆老师 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我大家午安 好 为什么看到其实今天起货盘是还蛮妙 一度是有点说拉起来 那么台股线或是也有防红的 但是尾盘看起来又是压下来了 所以今天这个盘是当冲也不容易 甚至大家要预测说以后怎么走 其实又看不清了 是啊 各位 每一天每一天 不是今天不是昨天是每一天 甚至这个盘对不对 今天又来一次 今天盘今天当中好不好做 摇摇头对不对 好了 昨天晚上美股续跌 对 那可是今天开盘的那段时间 跟昨天跟前天其实差不多的 开盘都不太跌 那为您这种各位 说真的 因为毕竟到昨天为止的话 大盘已经连跌了四天了 跌幅已经很大 对不对 所以一再有很多的投资人 总是认为是说 这个地方好像好像跌够了 因为基本上已经跌到说今年一开始的起张点 你看转眼间就是8亿甚至起货还跌破了8千亿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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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按照前几天的例子 开盘没怎么跌 那就糟糕了 没怎么跌 那你到底该做多还是该做空对不对 甚至还一度反弹到将近平盘的位置 所以各位你看 一样到差不多9点半之前这段时间 看起来好像台股 好像又不怎么跌了对不对 哇 那这个地方你到底是不是该去抢多单了 哎呦 我跟各位讲 如果这样你再去抢多单的话 哇 会这样一杀完蛋了 做多的全部开盘 又在那边 哇 赔的赔套的套 又是一堆在那个地方 可是各位 我一直讲 我说各位 我说不要说今天 各位 这个做期货 你想赚大钱 绝对不是一天做的好而已 对不对 你一天做的好有什么用 你真正不要说两天做的好有什么用 重点是 各位 你长长久久 各位 做期货 做股票 各位 如果你真的在股市里面 你希望 对不对 能够赚钱 能够把过去赔掉的钱 能够赚回来的话 那各位 你的操作真的不是一天两天 你在乎的是长长久久 那问题是 好了 包含今天在内 所谓的长长久久 那问题是各位 你怎么样才能够 长长久久在股市里面 对不对 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赢家 大家都希望这样想 那问题是 问题是各位 你做到了吗 如果到今天为止 你还是做得不好的话 那各位 为什么我在提你 各位 那维国性到底有没有方法 可以帮助你 对 帮助你 真的让你的操作 可以比以前进步好不好 好了 那你说了 维老师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我把操盘操得更好 或者看盘看得更好 来 各位 其实每天对不对 SOP 各位请你记住SOP 第一个就来了 今天这个盘 开盘也要往上弹 弹一弹 看起来好像不差了 那到底弹上去的这个地方 到底可不可以做多 可不可以做多 意思就是各位 这个往上弹 这个往上弹是弹真的还是弹假的 对不对 那这个什么叫做弹真的 什么叫做弹假的 很简单 如果这个往上 这一边往上的急拉 如果往上拉 是刚好来到压力线附近的话 各位 什么叫做压力线 那就是当天的高点 如果这个往上的反弹 是弹到压力线附近的话 那各位 那这个往上拉 你要不要去抢多单 当然是不行抢多单 对不对 因为压力线在这个地方 那问题重点是各位 你怎么知道 每一天的压力线在什么地方 今天也是一样 我问你今天最高点多少 8181 今天最高点来到8181 好 各位 问题是来到8181这个地方 这一波的急拉 到底是该做多 还是这个地方 已经很接近压力区 也就是说 很接近今天的高点 你怎么知道 高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开盘 你还是不知道的话 来 那各位 看这些口训吧 8点47分 8点47分 够早了吧 好 中来了 那今天各位 强势预判 我讲各位 齐阔你要做得好 我说各位 你每天你非看强势预判不可 好了 那今天呢 今天强势预判的压力在什么地方 8188 8188 所以今天在上档压力 要先看这个地方 各位 我已经在8点47分 就在提醒会员 上档看8188 今天最高点8181 哇各位 而且那个8181 是到了9点钟以后才来 各位 15分钟之后才来 那个8181 好了 这东西就是对 那既然 你说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开盘就知道那个压力 一样啊 你自己看 对 你自己用眼睛看嘛 对 这是 老不来 这个是今天的位置 今天开了盘 你看到没有 压力在什么地方 8188 所以各位 一谈到8181就上不去 压力线就问 各位 不要说今天 对不对 我一直想说 这一波的一路的下杀 每一天那个压力线 不断地一直跟你往下做移动 到了今天 还是一样 所以各位 一开盘对不对 我说你用眼睛 看强势预判就知道说 今天的高点 大概在那个地方 结果今天高点 对不对 强势预判已经算出来了 今天的高档区 会在8188这个附近出来 今天最高点 来到8181 所以各位 我请问你 那强势预判 可不可以帮助你 把每一天的盘 到底哪里是高档 哪里是低档 马上对 领先盘 领先大盘 就先看到了 所以各位 看懂了吗 为什么今天只谈到8181 这边急拉一下 这个的急拉 对不对 我讲过 刚刚讲了 这个的急拉 是真的可以去做多 还是这个急拉 只是把指数 给你碰到压力区而已 问题是各位 重点是 要是你没有 为国际的强势预判的话 你怎么知道 今天的高档区 会在8188这个附近 所以当今天 对不对 往上急拉的话 我请问你 各位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今天开盘 就知道说 今天的高档 在8188那个附近的话 那我请问你 这边的反弹上去 你是该去抢多单 还是该去 赶快去做空 对啊 那既然今天高档区 在8188 哇 那对不对 这边 这边往上急拉 那就是阻力不怀好意 对不对 故意掉散户上车 对啊 那各位 问题重点是 你知道今天压力 在8188吗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那各位 当我今天 其实各位说 每一天都会想 对不对 每一天起货 在开盘一两分钟 我在提醒会员 今天对不对 高低档 在看什么地方的时候 各位 问题是你跟着那些人 在做什么 各位 今天我在8点47分 在提醒会员 今天的上档 看8188附近的时候 那各位 你跟那些人 有跟微微信一样 在8点47分 该告诉你说 今天高档在什么地方 各位 这就是各位 什么叫做长长久久 你希望能够做得好 骑货你要做得好 各位 第一个基本要素 你起码要知道 每天的什么东西 大盘的高 对啊 大盘的高低点 我说各位 过去以来 如果你骑货做得不好 我再跟你讲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你过去有什么 骑货做不好 第一个对不对 你连当天大盘的高低点 都搞不清楚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会做得好 各位 做骑货 如果你不知道 每一天的高低点的话 那就会形成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盘总只说一拉 就想去抢多单 对 只说一杀 就想去抢 就想 哇 怎么办 就是你过去以来做不好 各位 你做骑货 是随盘式的涨跌 在那里起起伏伏 你怎么会做得好 所以各位 我就讲 今天的第一个关键 又来了 你自己看各位 我不说别的 大人先进 你看不止一天 我讲各位 各位 什么叫做长长久久 你希望能够 把骑货 对不对 做得比以前进步 比以前好 各位 微博前的SOP 请你每天牢牢记住 今天不又来了吗 每天第一个关键 到底今天大盘的高档区 低档区在什么地方 不就是要知道 这个东西而已吗 今天对不对 一开盘 那为什么知道 说对不对 为什么在8点47分 有人在提醒会员 今天上档 会在8188附近 各位 因为强势员 早都已经算出来了 都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8点47分 我就在提醒会员 所以各位 懂了吗 做骑货 再这样 各位 做骑货 你想做得好 一个绝对不变的法则 我想你都清楚 就是对 你要马上知道 今天大盘的高低档 在什么地方 来到高档附近 该做什么动作 做空 来到低档附近 该做什么动作 该做多 对各位 理论你都知道 我就跟股市 有一句话 对不对 逢高卖出 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那叫做废话 谁不晓得要逢高买进 问题是 那个点在什么地方 你各位 你唯有透过强势码 你才能够预知 今天也是一样 早都知道说 今天高档区在8188附近 最后来到8181 所以各位 你说强势码 就是每天在帮助你 怎么样每一天 把大盘 对不对 的高低档 看得更清楚 当你能够每一天 把大盘的高低档 你能够掌握住的时候 我请问你 你会去乱做一通吗 你会不会去乱做一通 你就不会了 我就会 一旦各位 过去以来 过去长远以来 为什么你起货做不好 甚至你为什么股票做不好 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每一天大盘 到底哪里是高档 你搞不清楚 哇 照盘都乱冲一通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那各位 今天这盘 为什么还继续下杀 还有第二个原因 今天大货在做哪一边 空 还在做空 所以各位你看 主持人都 都已经算是 已经很深入 这个SOP了 各位你仔细看 今天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今天已经连续第五天 各位你不要以为 杀四天就没事 今天又出现了什么状况 今天大货 对不对 一样从开盘开始 就一路给你空 就在做空 所以各位 今天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今天 就算开盘往上谈了一下 谈了一下 第一个对不对 不但一谈 就谈到今天的高档区附近 第二个 今天大货还在做哪一边 还在继续做空 所以谈一谈对不对 蹦给你再杀一波 就如此而已 所以各位你看 这盘连续跌五天 很多人才跌一天 对之前很多人 为什么很多人 为什么这五天以来 很多人随处去抢多单 想去摸底 因为很简单 跌了一天 你以为跌完了吗 跌了两天 你以为跌完了吗 跌了三天 跌三天应该跌很多了吧 又去抢多单 结果呢 尤其昨天对不对 昨天不是周节算日吗 为什么跟你又跌那么多 因为昨天周节算日 大货做空的力道 要更强啊 哇 开门崩崩崩再跌 你不要以为跌一天 就没事了 就想去摸底 跌两天 跌三天 甚至跌了四天 跌了快四五百天 想说哎呦对不对 实在 我跟我讲说真的啦 到了今天 再点叫你去做空 你实在做不下去 对不对 因为说哎呦跌这么多天了 还能空吗 还能空吗 结果今天能不能空 照样可以空 为什么可以空 你看大货还在做空 所以各位你看 我经常对不对 每一天 每一天 你透过微信的强势预判 透过大货都空气道指标 我说各位方向 对不对 方向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在这个地方 那各位我请问你 先不要说箭头吧 光是这一个强势预判 加上大货指标 各位是不是就可以 对不对 起码每天帮助你 第一个 把方向先看清楚 各位在股市里面 不论你做期货做股票 方向 我讲对不对 有个道理其实你懂 在股市里面 你想成为大赢家 趋势方向 你一定要搞清楚 对不对 趋势向下 你就千万不要想去摸底 你不要想去那边凹多丹 对不对 不要在那边随处去抢股票 各位这就是 这就是基本的观念所在 为什么跌了一天 为什么跌了一天还不够 为什么跌两天 为什么跌了五天 为什么可以跌五天 各位这五天以来 看到没有 大货是天天在做空 而且往上一看 都是压力线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各位 透过强势预判 什么叫做趋势往下 你只看到压力线 都看不到支撑线 那叫做趋势往下 大货 天天给你 连给你做空五天 这盘不跌才怪 所以观看 这五天以来 各位 如果说这五天以来 你去做端端 赔到大钱的话 我就讲这位 原因对不对 就是出债 因为你没有强势预判 你根本不晓得 对不对 到底这个 目前来看起来 到底趋势往哪一边走 因为你没有大货 多空调指标 你搞不清楚 到底大货在坐哪一边 各位 切成一天来看 那是一天的涨跌 连续加起来看 就是一个趋势所在 各位你懂这个道理吗 各位 这两个指标加在一起 说真的 是不是真的很简单 我请问你 各位 你自己摸摸凉心 你自己讲各位 过去以来 如果你方向搞不清楚的话 各位你对 你现在对不对 你每天在看强势预判 哦 那个方向 都是压力线 没有支撑线 大货已经连续做空了五天 所以各位 股市的涨与跌 尤其在下跌坡 我说因为很多的投资 是习惯做都不做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尤其在下跌坡里面 很多人无法应付这种盘 但是我说各位 什么叫做无法应付 那是因为你没有好的指标 在帮助你看这个盘 很多人都有讲过 这五天下跌以来 跌一天 他以为说 好像一天 大概跌够了 对不对 跌两天 已经跌两天了 跌三天 跌三天好像够了 巴巴巴巴跌五天 我说各位 很多人 其实这一波跌五天 真的想说 我没想到跌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什么都没想到 你之所以没想到 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的指标 你当然没想到 怎么会跌五天 对不对 那各位 结果呢 我就讲 从任何一天开始 对不对 大会拼命在跟你做空 你要去想多单 上面都是压力线 你非要去想多单 各位你听得懂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 未来的长长久久 未来的各位 如果到今天为止 你还做得不好的话 各位 那对不对 亡羊补牢吧 那过去的就过去 你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希望从以后 对不对 未来长久 起码对不对 每一天看清楚 到底这个地方 上面都是压力线 还是下面是支撑线 到底到底在哪一边 各位 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希望你对 真的好好的来用它 各位 你用它 你就搞得清楚 发生在什么地方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那既然今天高党在8188 就是压力 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当中该怎么做 开办后该怎么做 要做空 对不对 对要做空 为什么要做空 也很简单 第一个 今天高党8188是个高党 第二个 今天大伙在做哪一边 还在做空 好 那各位 那就更简单了 来 那对不对 那好了 强势预判已经预算出来 今天高党会在8188附近 再来 今天大伙在做哪一边 还在做空 而且各位 今天做空的力道 也不小 所以今天盘对不对 盘中给你那一波下车 还是杀得蛮深的 对不对 一个强势预判 加一个大伙多空力道指标 对不对 每一天盘的高低点 再加对不对 方向到底在什么地方 各位 你能够预知盘的高低点 能够把方向抓清楚了 各位 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让你在股市里面 长长久久 起码对不对 你不要做错方向 好了 那除了这两个指标之外 那各位 再一个对不对 盘中如果你要出手做的话 该怎么办 那就对 不过像今天来讲 你要去做当充 该怎么做 一样嘛 既然今天大伙都在做空 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 今天当充该怎么做 挑那个箭头 是翻空的箭头 因为大伙在做空 对不对 所以找箭头跟大伙同向 你去做嘛 那就盘中最好的 最好的那一段不是吗 来 那今天 我跟你们 今天其实有两段 你自己看各位 今天其实从一开盘的时候 8166 其实就翻空了 后面还有弹上去 弹到8181 但是各位没差 对不对 谈到8181 你干什么 你知道压力在8188 在这个地方 好 不管怎么 对 反正 开盘以后 因为一整天 大伙都在做空 所以既然大伙在做空 所以今天 当充该怎么做 对吗 挑箭头跟大伙同向去做 一开盘 8166就翻空 大伙在做空 就空 对不对 后面谈一下 马上之后就给你击杀 一杀杀到8125 各位看 光是这第一波 就快40点 快40点 40点 不算少了吧 是啊 各位我先不要讲后面 各位我其实在节目上 我也在跟你讲个观念 我说各位 做起货 你不要想说一天40点 我跟你讲 说真的 各位 现在很多投资人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你不要说一天 说40点觉得少 我说过 一天我们讲30点就好 对不对 我跟你讲各位 各位你们有去算过 如果你起货 每一天当中 你能够赚30点 30点 不算苛求吧 不是达不到的目标吧 一天只有30点 可是各位 一个月大概20个交易日 那你30点乘以20 不就600点吗 那各位 那600点大台子一口 就是多少钱 12万 各位12万 那你现在保证金才8万多 你12万除以8万多 那各位等于一个月平均 对不对 将近1.5倍 各位我请问你 你有什么股票 可以一个月帮你赚1.5倍的 所以各位 你觉得1.5倍 你觉得1.5倍 有遥不可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会吗 各位 切一切一天才30点 一天30点的遥不可及吗 不会吧 那今天光第一波就40点了 怎么会遥不可及呢 重点就是为什么第一波这样杀 很简单嘛 大货带都空 箭头带翻空 8166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两者同向你就空 空到8125对不对 箭头开始翻多了 可是大货没做多 两者不同一项 不同一项怎么办 你多单可以不要抓 空单跑一下就好了 快40点 好 重点是 后来弹上去之后 各位 太好了 8149又翻空 8149翻空 大货还在做空 那不是跟8166一样吗 好啊 你就再空它一趟 这趟下去各位 一下到了812 这趟下去 又快40点 那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对不对 我说各位 今天你不要说多单 你不要做没关系 反正对不对 这个8122翻多的时候 大货一样在做空 你多单可以不要做 一样对不对 把空单跑一下就好 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光是给你两次做空的机会 各位 已经快要80点了 各位 光这两次快80点了 那你一天30点算什么 我问你 对不对 而且各位多么的简单 因为大货在做空 我只挑空单 挑箭头空 跟大货同向做 这样做两笔就好 我多多都不要做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点 如果说你说 你这个比较积极型 你就是什么都爱冲的话 你要多单去做 可以呀 那你自己设个20点 20点停损 如果没有跌破停损点 你就抱着 后面有机会弹 那就如此而已 但是各位 重点对不对 你看今天光是两笔空单 下去快80点 这有没有够简单 各位 全程上 有没有比这更简单 更精确的 今天为什么要去做空 很简单 因为今天大货在做空 今天大货既然在做空 你就挑空的箭头做 就这样两笔就好了 各位 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 更精确的 我问你 你去比比看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我跟你讲 今天很多的软体 开盘是带你去做多 等到做空 已经空到地板上 后面又带你去做多 把你搞得头晕脑脏的 我告诉你 不是吗 好了 而且各位 我说过对 东西好 不要说一天 那各位那昨天 昨天还比较算有个方向 对不对 那各位你自己看 这是今天 对刚刚讲过 今天因为大货在做空 所以你今天开盘的时候 你8166 大货有做空 箭头翻空 你816去做他一笔 8149又翻空 大货还在做空 你再空他一笔 各位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说各位 到了11点多 你可以下课 你不用到收盘去 昨天记不记得 一开盘 对不对 8240 对不对 箭头翻空 昨天一样大货 一整天都在做空 昨天开盘以后 一样在8240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一样的同项 先空一笔下去 到8195那个附近 那各位快要50点了 对不对 后来箭头翻多 大货做空 不同项 多端不要做 后来不是盘中以后 在8153又翻个空 大货再做空 一样你再空他一笔就好了 那各位 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是每天固定存在 每天都固定这样做 大货再做空 我就挑空的做 我挑空的做 大货再做空 我就挑空的做 对 做空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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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没有够简单 嗯 各位这样操作 我真的绝对被你自己去那边 对不对 这段拆一通好太多了吧 各位 对不对 固定档 各位啊 我现在固定档 对不对 每一天 真的是叫做简单 又明确 天天有机会 天天没烦恼 对不对 大货再做空 你就跟着做空 大货做多 你就跟着做多 各位如此 就如此而已 需要你自己去那边 还在那边猜说什么 我哪里有该做多做空 不用了 各位 这么明确的东西 就是我跟你说 在股市里面 你之所以过去做不好 所以你方向抓的不对 但重点是各位 只要按照围过去那SOP 大货再做空 你就挑空的做 挑空的做 大货再做空 你就挑空的做 各位就如此做 就这么简单 各位好好的想一想 这样子的操作 各位比你过去 你自己那边乱猜一通 是不是简单太多了 能不能够帮助你 未来好好的做 各位 广告师你好好的想一想 好了各位 那今天再查之后 明天开始 那明天高党就在什么地方 想预知的话 我下回来再说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各种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挑战韩国首尔塔 LG变频清洁机器人 智慧感应防撞防摔 变频马达 吸力更强 LG变频双眼小精灵 LG理想女人 丰富豪礼满旧送 送你满满爱 祝全天下伟大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润碎鲜乳 不管跑多远 跳多高 守护的心 始终如一 精选优质乳源 高标准控管 用妈妈守护孩子的心 做好美瓶鲜乳 瑞瑟鲜乳 香醇来自用心 我可是使用数位3C的佼佼着 但常常越看越久 看得我眼睛又酸又累 你呀 眼镜也要更得上数位时代 试看看 专为数位生活设计的 是 i镜片 i镜片渐进系列 让你使用3C产品时 视野更宽广 清晰又舒适 还有i镜片 舒压系列 帮低头族 舒缓疲劳 导宝早配 法国爱事 i镜片系列 全面五折 再免费升级 绿蓝光 专注细节 成就完美 保导眼镜 永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好 当然请进来看到 今天台股期限货 同样还是下跌的 那么明天之后 行情怎么观察 再把时间交给 王老师 好 各位 今天盘的高档区 因为开盘知道说 在8188附近 所以今天躺在8181 对不对 那明天呢 各位 今天的盘 随着 一样压力一线 各位 随着今天盘市的波动 再往下做移动 所以各位 到了明天开盘以后 各位 明天预估的高档区 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这个位置 你最好今天能够先预先知道 好 那除了这个高档区之外 我跟我讲 我一直想说各位 股票 到今天股票 还在闯破断新低 尤其很多平盖股 对不对 各位今天课程 又是个破断新低 又是个破断新低 一定要对不对 给你预告多久 各位 从3月20号 一直跟你讲 各位你小心了 铜打电 跌停板 哎 真的是 那各位 还记得3月17号那天吗 120 就突然破断卖讯 那天我就跟你讲了 各位到今天 一下跌了38% 今天一个跌停板 日月光 对不对 我说各位 这些股票都是成交量大的股票 不是什么小投机股 闯破断新低 华通 已经十几块了 到今天 一样在创破断新低 那各位 如果 股票这种东西 基本面什么东西 你没有一个搞得懂的 但是各位 重点是 我讲各位 如果到今天 你的股票都已经套得很深的话 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 在股市里面 你要去找一个东西 是必须很简单 很明确的 我讲各位 像期货 对不对 我讲各位 我请大家的会员 做期货 简单在什么地方 各位 第一个对不对 透过大户 每一天在做多 或者做空 你自然知道 今天这个盘 到底你该做多 还是该做空 再来对不对 就去找箭头跟大户 有同向的 大户是在做空 我就挑空的箭头做 做到这个地方来 空单跑一下 一样对不对 大户还在做空 有空 我就跟着去做 到了多的地方 跟它不同向 我不要去操作 空单跑一下就好 各位 这样操作 有没有够简单 各位 这样子的 每天盯着大户 对不对 你说一天 各位 一天就是看当天 我怎么做当冲 至于把它连续起来看 那就这个波段 趋势方向 就出来了吗 甚至对不对 那各位 这一波 从上个礼拜 四那一天 各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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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二六 我想你都看了好几天 那为什么 这波跌五天 因为这五天 大户对不对 连续每天都在做空 所以一波跌到 将近快四百点了吗 那各位 尤其对不对 尤其在波段来讲的话 尤其各位 假如说你的资金大 或是过去股票 套了一堆的话 更需要 对不对 透过企业 帮你股票做避嫌 好了 各位 一句话 大发明天的高点 大概在什么地方 像预知的话 进口里头的电话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台国又再度 跌货今年的起长点了 那么想要掌握更多 期限获得后续盘释 明天同时期 请你持续锁定 大顺现机 今天感谢收看 明天再会 拜拜